在客场对阵莱万特的比赛中,黄马最终靠着两个点球,以2比1惊险拿到3分。 此一获胜之后,黄马继续在西甲排名第三位。 尽管本场比赛黄马在克尔场击败对手,但是他们的表现却很难撑得上出色。 特别是在上半场,莱万特在进攻中,几度撕开黄马的防线,可惜马尔地射数不精,最终两度射门中注,特别是第44分钟,莱万特发动快速反击。 结果他们在前场三传两地,就获得了单刀的机会。 在库尔图瓦已经投降的情况下,马尔地却一脚将皮球打到一柱上弹出。 在下半场的比赛中,尽管马尔地没有在浪费计划,不过莱万特依然在主场输球。 从比赛过程可以看出,黄马能够拿到三分,运气确实占了很大的成分。 此一作合面对西甲中游球队,这家西甲豪门完全没有强队的风法。 尽管他们最终一二比一祭拜对手,不过经过本场比赛之后,相信黄马对于自己的实力,有了更加清楚的定位,他们很可能对西甲冠军彻底死心。 事实上,落后八发九分,实力又完全处于下方,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联赛中与对手争冠。 除了西甲难以争冠之外,接下来的国王杯,黄马恐怕也没戏。 面对莱万特这样的对手,黄马的防线都被打得直离破碎,甚至还付出了那桥红牌的代价,才能够阻止对手搬平比分。 以他们这样的状态和表现,几乎不可能防住梅西。 这位阿根廷巨星本轮比赛在客场,亲手导演了一场逆转大戏,以他把握机会的能力,黄马想少丢几个球都难。 不出意外的话,巴藏几秒可能在伯南乌淘汰黄马,最终杀进国王杯决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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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